最近微软在人工智能产品化的领域可谓是赚足了眼球 如果说去年11月发布ChagPT实现了人工智障到人工智能的进化 让世界看见了大型语言模型的进步和潜力 一个月前发布的全新Beam搜索重新定义了搜索 大大提高了通过搜索获取信息和解决问题的效率 那么前几天微软新发布的Microsoft 365 Copilot 可谓是全方位的展现了大型语言模型在各种产品整合中的潜力 甚至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产品设计 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想要放开脑洞 跟大家聊一聊产品设计的三个层次 以及这些大语言模型对未来产品设计的影响 首先是一个disclaimer 虽然我就至于微软也在今年早些时候就知道了 微软有全线整合ChagPT到所有产品中的计划 但是呢我并没有参与相关的项目 视频中所提到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公司公开发布的内容 我所分享的所有思考也仅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对于还没有看过Microsoft 365 Copilot发布会的朋友们 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用微软官方的说法 Microsoft 365 Copilot is your copilot for work 这个copilot在中文中是副驾驶的意思 但是微软至今还没有公布它的正式中文名称 那我们就暂且把它叫做工作助理吧 在发布会中微软介绍并演示了GPT和Office和Business Chat的集成 通过强大的语义理解功能 它实现了以自然语言为输入 让办公软件真正的为我们打工的目的 在发布会的demo中 微软演示了很多使用的场景 比如说你可以让copilot帮你写邮件 可以提供一个大纲 让copilot帮你制作一个PPT 可以让它帮助你制作和美化表格 帮助你做会议记录和总结等等等等 最棒的是它可以无缝的访问 OneDrive中的其他文件 从中提取信息来达到你的要求 比如说你可以让它在邮件中 插入对一个OneDrive中某个文档的总结等等等等 从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来看 整个发布会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 The average person uses less than 10% of what PowerPoint can do copilot unlocks the other 90% 我们把这句话扩展到其他的产品 它仍然适用 大家想想今天的通用软件产品设计 不论是网页还是手机软件还是周面软件 它们和用户交互的接口都是通过点击 或者鼠标滚动或者手势滑动来实现 而且因为屏幕大小的限制 软件通常会使用type的形式来区分功能空间 每一个产品它都会把用户最常用的功能 放在最显眼和最容易使用的位置 并且通过减少用户的点击和滑动次数 来让用户用最短的时间达成目的 这也就意味着通常还有很多的功能 被放在了不那么显眼和不那么容易使用的位置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用户仅仅使用了10%的功能 不是因为不需要其他的功能 而是因为不容易使用其他的功能 生活在数字时代的我们 已经被这种软件设计模式驯化成功了 在这种模式下 一个好的用户体验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我们能够在不借助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仅仅凭我们的直觉和经验 就能够快速的把我们想要达成的目的 转化成在软件中的点击和步骤 在这个过程中 软件也能够理解我们的意图 并且顺畅的快速的帮助我们达成目的解决问题 具体点来说 我们都说iPhone的多点触控点击 是软件交互的革命 这是因为它的设计非常贴近人的本能 大大的简化了人们使用软件时 所需要的思考过程和遇到的障碍 即使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触屏软件的小朋友 也能够顺畅的使用触屏软件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 这中间还是有一个翻译的过程在的 在使用产品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把我们的意图翻译成 有顺序的点击和操作 而在产品经理设计软件的时候 则需要定义合理的 自然的 有顺序的点击 来确保大多数用户 在这样的点击顺序下 能够达成他们的目的 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这种模式下 产品可以做到易用 但是很难做到有美感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认为产品的设计是有三个层次的 第一层 也是最基础的一层 是Make it Functional 也就是说这个产品是能用的 它能够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 和满足真实存在的用户需求 做不到这一点的产品 在市场上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火路的 而做不到这一点的产品经理 一定是不合格的产品经理 在这一层 GPT能够提供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 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快 更好的分析用户访谈的数据 但是它不会帮助我们发掘用户深层次的 真实的用户需求 也不会给我们新的 有创造性的idea来解决用户的问题 第二层呢 是一个进阶 是Make it Easy to Use 我们永远在强调用户体验 永远在强调一个产品 需要快速的顺滑的 帮助用户实现目的解决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在锁定了产品 需要解决的用户问题之后 产品经理通常需要定义用户的使用流程 需要计算和测试 用户完成一个任务 所需要的点击数和时间 需要确保一个功能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位置 需要理清楚happy pass 让用户用最短的时间来达成目的 同时还需要列出unhappy pass 做好异常处理 以确保用户在操作失误的时候 仍然能够被指引回正确的路径 这也是我之前提到的 在今天这种主要以用户点击和滑动 作为交互接口的软件设计模式下呢 一个好的用户体验 意味着用户能够在不借助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仅仅凭直觉和经验 就能够准确的完成每一次的点击和每一个步骤 从而快速达成它们的目的 在这一层呢 想要达到平均值并不难 产品的交互设计有很成熟的研究结果 产品经历也可以通过各种用户访谈和实验来调整设计 甚至可以通过分析软件的用户行为数据来做必要的改进等等等等 或者呢换句话说 在这一层只要愿意花功夫多迭代 总是能够做出用户体验还不错的产品的 但是仅仅到这一层还是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功能易用性的取舍 在有限的屏幕显示空间和有限的主要功能入口下 每一个产品经理都需要做出正确的取舍 因为用户的注意力有限 屏幕的空间也很有限 短的点击路径和设计方案也很有限 所以你无法同时简化所有的功能操作 你只能把大多数用户常用的基本的功能 放在那些更浅的操作路径上 让它们更容易使用 而其他一些更高级的功能 只能被藏在紫菜单或者紫目录中 需要更长的点击路径才能够使用 这种功能和易用性的取舍 对功能集合比较少的产品来说 可能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但是对于工具性专业性比较强的软件来说 就是微软发布会中提到的那个问题了 人们平均只使用了10%的功能 剩下的90%都没有被解锁 在这一层呢 XGPT和微软全新的Copilot设计模式 解决了功能易用性取舍的关键矛盾 那就是有限的显示空间 和庞大的功能集群之间的矛盾 有了Copilot和它的语义理解 用户不再需要通过特定的步骤和点击 来完成它们的目的 它们可以直接通过语言输入 让软件分析 并且理解语义 理解用户的目的 并且序列化成 软件功能的组合和调用 在这种全新的设计模式下 尤其是对于工具性的软件 是革命性的 设想一下 在今天你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学习一些复杂的工具性软件 比如说Office 比如说视频剪辑 比如说三维绘图等等 在你的实际工作中 大量的软件功能 被安排在了几次点击之后 才能够访问的位置上 而且你可能需要使用多个软件功能 才能够达成你的目的 有了Copilot这种设计模式 你不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来学习和熟悉软件的使用 你也不需要耗费时间 把你的工作目的翻译成 软件功能的组合和屏幕上的一次点击 软件的Copilot 会通过你的自然语言输入 理解你的目的 来帮助你完成任务 即使任务很复杂 Copilot也能够很快 很好的完成任务 所以说Copilot的设计模式 是一场功能易用性的革命 它和几十年前计算机的UI界面一样 大大简化了操作的复杂度 而且它还解决了 有限的显示屏幕 和庞大的功能集群之间的矛盾 到这里还不够 产品设计还有第三个层次 也就是最高的一层 是make it beautiful 这个美它不是说是产品外观设计美 当然外观美也很重要 但是在这一层 外观的设计更多起到了 是辅助性的作用 这里的美说的是 产品的使用感是美的 或者说 当你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能够感受到 这个产品是美的 这么说可能有一点抽象 这个美感它是哪里来的呢 一句话总结 就是我使用一个产品 是为了达成某一个目的 完成某一个任务 当一个产品它能够真正理解 我需要用它做什么 它不是被动的接受我的点击和输入 它是主动的预判我的预判 它让我能够感受到 它是在主动的帮我解决问题 真心的为我着想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是美的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大家应该都转过账 转账的时候都需要输入验证码 在最短的设计中 用户需要切除软件 打开短信 选中验证码 并且拷贝 或者直接记住验证码 然后再返回到银行的应用中 输入验证码 然后点击确定 这个过程 它说繁琐 也没那么繁琐 但是确实也不太简单 所以当第一个软件 第一次在你需要输入验证码的时候 告诉你你短信中的验证码 已经被拷贝到剪贴板了 你只需要点确定 就可以填入验证码 甚至它直接帮助你 把刚刚收到的验证码 填写好了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这个软件知道我在做什么 它想要帮助我 更快的达成目的 这一刻你能感受到 这个产品设计是美的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已经也注意到了 用户对产品的美感的bar 是不断在提高的 还是这个验证码的例子 第一个这么做的软件 确实会给你带来小惊喜 但是很快它就会变成一个标准 当所有的软件 都这么做的时候 那种惊喜感和美感就没有了 它就退化成了一个正常的 好的用户体验而已 所以产品的美感 是需要不断的创新的 需要不断的 更深层次的洞察用户的需求 但是在现有的设计模式下 想做出一个有美感的产品 真的很难 为什么呢 前面我们说到了 今天的产品设计 主要是通过用户的点击和 滑动或者滚动的操作 来进行交互 而产品中的点击路径 则是预先设计好的 你点击一个按钮 软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已经写死在了软件的程序中 其实软件可以根据 当前的使用场景来进行优化 但是软件的使用流程 更多的还是一个 静态的流程 在这样的静态的流程中 预判用户的预判是非常难的 而且一旦理解失败 还可能会适得其反 所以呢 软件通常只会对一些特定的 很固定的场景进行优化 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的 验证码的那个例子 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语言模型和copilot这种模式 能给产品设计带来什么呢 首先我们把产品的美感 放到极限来看 大家想一想 最美的产品是什么样呢 我的答案是 社会读心术的产品 它能够直接读取我的思想 在我刚刚有一个想法 在我自己还没有想清楚 该怎么样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 它就帮我把任务做完了 然后在我看见 它完成的任务的结果的时候 还会惊叹一声 啊 这就是我想要的 太棒了 当前的技术发展 离这个梦想还有点远 可能真正要等脑机接口的 技术成熟了之后 才可能实现 但是大语言模型和copilot 这种设计模式的相加 已经很接近我们的梦想了 设想一下 今天你想要去某个地方 需要导航 你需要解锁手机 找到地图应用 打开它 输入你想要去的地址 查看路线 确认路线 点击开始导航 然后再跟着它走 那如果是用自然语言 来作为输入接口 或是什么样呢 你可以直接对手机说 我要去商场 不想走高速 帮我导航到停车场 然后跟着它走 没错 这就是前几年 家喻户晓的 智能助理的概念 但是过去的智能助理 其实很不智能 他不能结合上下文 不能很好的理解语义 只能做一些很简单 很直接 很specific的任务 任务稍微复杂一点 而他们就泄菜了 但是当智能助理 能够理解语义 理解上下文 并且能够协同调用 多个软件的多个功能 来完成复杂任务的时候 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微软的copilot 让我们看见 这一天应该很快会到来 我们再大胆一点 设想一下 你的老板给你发邮件 让你做一个PPT 在你还没有读过邮件之前 软件就帮助你提取了 所有有用的信息 帮助你做好了一个PPT的draft 并且列出了所有的参考 解释出了他制作这个PPT背后的逻辑 等到你读这个邮件的时候 这个PPT的链接已经在笔记里 你只需要打开它 对它进行微调 再添加一些它丢失的信息 就可以交叉了 在微软的demo中 copilot每个步骤都还是需要你来确认 并且做必要的修改 这是因为大语言模型 仍然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技术 可以规避这种不确定性 让它变得更加成熟和稳定 但是我相信这一天它不远 随着技术的成熟和调用AI成本的优化 软件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整合 不仅仅做到被动的接受 你的自然语言输入来理解你想要做什么 而是更主动的预判你的下一步任务 真正的做到想你作想 为你服务 这就是所谓的产品的美感 回顾一下互联网发展的历史 早期的时候门户网站和网页黄页让人们习惯了通过固定的链接来浏览和获取信息 搜索引擎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效率 让人们仅仅通过一个搜索框就能够获取海量的信息 再后来推荐算法的出现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加便捷 你不用去搜索 你感兴趣的信息就会自动来到你面前 到现在你甚至不需要再去自己过滤和整合信息 你只需要用自然语言问问题 或者描述你想要做的事情 答案就会展示在你的面前 软件设计也是类似的 UI接口刚出现的时候 每一个软件都有用户手册 用户需要准确的按照步骤来进行操作 后来呢有了交互设计的研究 有了触屏 软件的使用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顺畅 再后来有了各种小助手 但那个时候这些小助手能够涵盖的场景十分有限 有时候他们还会犯傻 现在呢产品设计将会彻底改变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点击和滑动将不再是产品交互的唯一 每一个软件都能够接受用户的自然语言为输入 真正的做到理解用户 并且准确的顺滑的无缝的帮助用户解决问题 达成目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说了这么多结论其实很简单 但是还是想把我的思考过程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思考 如果你已经看到了结尾 也觉得我的内容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哦 这样会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内容 呈现给大家 不要忘了你还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之后的视频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